第一队嘉宾 他比我大几岁 刚认识他的时候 觉得他特别的成熟稳重 后来我们就到一起了 我是真的很爱他 虽然他家里面子很反对 但我们还是坚持在一起了 为了让他家里人放心 我们的房子都买好了 他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 但是他对我完全不一样了 他总是和我吵架 他现在突然说要分手 他说要把房子给卖了 我真的搞不懂他什么意思 到底是为了钱还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因为爱情 还是因为房子 这一队究竟因为什么呢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源 三十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饭店经理 女嘉宾小周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湖南无业 来 有请留情两位 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认识几年了 三四年了 怎么认识的呢 那时候在大学校友会 我就参加 然后我跟我朋友走散了 当时遇到他 我当时觉得我就问了他一下 让他带我去挺热情的 他也留了个电话 然后经常一起联系嘛 就吃饭什么出去 反正那时候挺甜蜜的 在一起就追到他的后来 别长是吧 对对对 小片里面说后来生意好了 关系就疏远了 是你说的吧 对 那就说也患难过是吧 是 刚开始觉得他没有钱没关系 但是对我好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成熟稳重嘛 就跟他在一起了 大一的说在一起了 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了 我不是买了他房子嘛 然后写到他的名下了 现在突然说要卖房子了 我就搞不懂了 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他挺单纯的 然后写在他的名下 现在他出来卖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钱是你出的是吧 是的 写在女生的名下 是你主动的 还是他要求的 当初他爸妈挺反对 我们在一起的 我就为了让他父母一个安心吧 加上我老家也出了点事 然后就是说 近两三年不能结婚 我是长孙嘛 怕他家里面有人误会 我是玩爱情游戏 所以就买个房子 让他家人安心 然后写在他名下 买房是表忠心的 表示诚意 父母为什么看不上他呢 他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 约好是六点多吃饭 然后结果他八九点才过来 我爸妈当时很生气 他而且喝醉酒了 满口胡话 第一次见父母都这样 所以就很有意见 怎么第一次登门 你就敢喝酒去了 那次特殊情况 我跟他爸妈解释 饭店里面一个兄弟过来 然后非拖着不让走 我没办法 就苏战苏绝 跟他喝了一两杯白酒 就完事就踏踏 让你去嘛 确实有点不对 你后来又有一次 也是这样子 我生日的时候 说好六点钟回来 然后他九十点钟 一才回来 当时我打电话给他 听到那边很吵 是一个女的接的电话 回来的时候 他是醉了的 身上还有香水味 还有唇液 我当时心里特别委屈 我觉得 好意思说 那次我一回来 你就一大蛋糕 摔在我身上 饭在全巴拉地上 你当时直接 对我甩了一个耳光 你记得吗 我不是你气的吗 我当时回来给你解释 你直接就什么都不听 就一大蛋糕摔在我身上 说说香水味和唇液 再说蛋糕 好吧 那娱乐场所 不总会有点那个味道吗 很真诚 我觉得 去娱乐场 他不理解 他总是因为这种事跟我吵 当时你打他了是吧 那次是被逼急了 我也是 我回来不是跟他解释一下吗 他生日嘛 回来我肯定跟他说嘛 还没说 他直接就那样 我就激动了 那你要不然 现在解释一下 那也是我错 我们不激怒你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过生日你干嘛去呢 就跟朋友一起出去一下 也是没办法拒绝 所以才去的 没完多久就回来了 是有点耽误 你的生活里还经常 有一些不能拒绝的事 我做生意 经常有着各种应酬 他是唯一一次动手 就是那次 上一次旅游 准备去机场了 酒店什么都订好了 然后他突然告诉我 他不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拿着钱 砸我桌子上 他说你自己去吧 你和朋友去吧 我当时特别没面子 你那天太无力取闹了 我那天好不容易 接了个满月宴的单 那不然怎么办 我不做生意怎么办 你这太无力取闹 我去不了 我当时反正是 特别已经没有面子了 他又急 我不就给钱给他 我说你带你闺蜜一起去算了 别浪费 这都很正常的事情 上一次我去店里面找他 然后走到店里的时候 然后服务员 我就问在哪 使了个眼色 我就进去 他和一女的在那里吃饭 好亲密的 我当时我 我整个人就活起来了 别人一个公司里面 聚会跟我再聊 我们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我从家里走了 当时我就 跟他吵架走了以后 其实我没走 我就在楼底下 等他来追我 结果他没来追我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去收拾东西 我准备回自己家 他也没说要留我 当时我跟他发了一条短信 我说分手吧 他也不回我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在他的微信里面 看到他 好像每天都过得挺开心的 我也觉得他就默认了 那默认了 我也觉得分手了 所以我现在想把房子卖了 我也不想留着这么个地 让自己伤心吧 房子卖了就卖了呗 不是在你名下吗 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说对我变就变 不变就不变 其实那只是 我们俩在吵架而已 我问你一下 让你冷静一下 你是舍不得他走 还是舍不得那条房子 怎么说 反正这事就不合理 再是我没分手 他就卖房子 那是我们结婚用的 好好好 你现在跟他提出分手 对吧 咱们分两件事 房子的事在意 咱先把分手的事说清楚 你是分手吧 我选择分手 分手吗 他现在这样子 我真的有点 我本来做生意 压力也大 然后有时候回来 他就都跟我吵 有点烦他 你知道吧 有点烦他 那分还是不分呢 总之我已经去决定分手 反正我觉得 卖房子是有点过分 不不不 不说房子 说你分不分手 先不分吧 先不分 是为什么呢 房子还是他 还是两者都有 他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老子发热吧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 我就是问他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事是怎么回事 这卖房子是跟分手 卖房子跟分手 其实是两回事 我觉得啊 我自己觉得 你看我说道理对不对 这房子是在谁名下 他名下 对啊 他想把房子卖了就卖了 房子的事就别想了 我今天是为这事来的 但是 你想分手不想分手 也不是很想分手 不想分手 我希望他还是能够 那你觉得你在哪做的不好呢 一个女人就这么被你伤了心了 这不是伤她心 这是很多正常的事情 男人做生意在外面 晚上肯定有应酬 什么乡 什么乡 那都是正常的 他就喜欢 纠结那些小事 他因为没工作 没有工作的话 每天在家胡思乱想 就老折腾我是吧 那他去你店里给你帮工行吗 我也是怕他累嘛 本来在我店里上班 然后让他 你看 你又怕他累 放回家里 你又说整事 你给他找点事吗 那找工作是个 是必须的 反正我现在觉得 到你饭店里就行了呗 那不不不 那多好啊 不不 有啥不好的 是吧姑娘 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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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这个店我现在跟人家合伙 就是说 股东之间 有些东西不好说吧 知道吧 好了 该问的已经问得很清楚了 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对面的这个 弟弟啊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这几个词 一 掉到钱眼里面 就认钱 所有的事情 包括爱情 家庭 甚至孩子 都不如钱重要 觉得自己有了钱 就会拥有一切 曾经的美好 都抵不过一个 钱字的诱惑 第二个特点 以应酬为名 纵情声色 花天酒地 你刚才说的那些细节 这应酬嘛 很正常 有酒气 有唇印 那是你觉得正常 我不觉得正常 第三点 在觉得自己已经有了钱 可以 纵情声色的同时 还想要背后 有人默默付出 没有人应该为你买单的 你明白吗 你自己可以去 荒唐地过日子 但凭什么家里 还有一个人等你回来呢 凭什么有人 在听你说的 根本就不可信的谎话 还必须相信呢 凭什么有一个女人 必须等你在外面玩够了 回家了 还给你一张笑脸 将来还为你生孩子呢 凭什么 你才三十岁 如果我说的话 有一点点道理的话 你自己闻心自问一下 愿意不愿意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成为一个 想要爱情 也要不到的 庸俗的男人 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你还来得及回头 觉得你到这来 不是那个爱情保卫站 你是来想保卫你那套房子 你根本没有说你怎样的 对你这个女朋友的这种爱 这种情怀 包括对他的家人 你都非常的不负责任 其实你才三十岁 很年轻啊 你完全的像刚才马老师说的 完全掉到那前沿里边去了 怎么可能让他什么滚出去啊 什么甩大耳光啊 他就把蛋糕砸你脸上 你也不应该这样去甩个大耳光 凭什么甩人家 我相信这么大 爸妈都不舍得甩他一下 你要去甩他 而且这个女人 是你说你爱他的人 太不应该了 而且刚才那个主持人 老师一直在问你 说你当然是为了爱情 还是为了房子 你黏黏糊糊的 其实你就是为了房子 你要是大大方方说出来 我就是为了房子 我还有点佩服你 这话都不敢说 你要是真的爱他 保卫你的爱情 拿出实际行动来 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人 都在说男孩 男孩的确有很大的问题 我倒想问女孩一句话 为什么要卖房子 我觉得当初 我看上他的时候 他真的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真的没有 喂过他的钱 房子也是因为 有那么多特殊原因 才写在我的名下 什么特殊原因呢 本身我们现在住在一起 有一套了 然后如果第二套再买的话 如果写在我的名下 就便宜一些 其实今天你们走在这儿 我个人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 想挽回这段爱情 说白了 可能就让大家拼命理 所以女孩呢 你有瑕疵的 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 他给你一定不是说 百分之百 因为爱你 给你的 不是 因为有你们的 共同利益在那 因为我们今后 可以在一起 那用你的名字 买房是便宜的 男孩不多说什么了 你所有的这些态度 你的细节都表明 你们之间已经 没有那么多爱了 甭管是因为你事业忙 但忙仅仅是借口而已 再忙 第一次见他父母 我相信那朋友 也不会不懂事 旅游临时有事 没问题 不要那种态度 用钱去砸 而且完全可以有 很多的变通的方式 你们先去 我后到 对不对 种种的细节 表明你们俩之间的爱 已经没有之前 那么牢固了 所以分就分了 不需要去挽留了 而且 真为了那个房子挽留 还说先不分吧 都底气不足 虚情假意 何必呢 我倒是担心 你卖这个房子 不是为了 烙一时会 而是想通过 卖房子的行为 来引起他的注意 那就是更大的悲哀 你跟他 从他家里搬出去 一个多月 他没有回头来找你 依然我行我素地 干着自己的事情 等到他突然之间 接到卖房子的电话 这才回头找你 所以 我特别害怕 你卖房子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那就是更大的悲哀 其实男生心里在想 房子还在 人没了 我是可以接受的 人在 房子没了 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现在 人快没了 房子也快没了 你就更不可以接受 你最大的问题 和你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 把他和那套房子 几乎画上了等号 可以这样说 在你的心目当中 他跟那套房子差不多 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件 摆在那 搁在那 让家看上去 还像个样子 外面一套钢筋水泥房子 家里边有一个女的 在那等着 这像一个家的样子 他们没有生命 他们没有感受 我没有必要去问你 高兴或不高兴 我可以拿钱砸你 我有没有必要问你 在家里这些年的等待 开心不开心 我说我要顾生意 我就可以不搭理你 我可以不在乎 你父母的感受 你跟那个房子 几乎是等价 我想回我就回 我想走我就走 为什么 我还要打着一个旗号 我不容易啊 没有我房子有这么大吗 没有我 你能在家闲着吗 但其实 你除了挣了那两个钱之外 你基本上啥也没干 而你最大的问题也在于 他把你当那套房子 一样 你自己也甘愿地 把自己当成那套房子 就像当初 你的父母反对 从第一次他到你家去 不重视第一次 这样的见面一样 你的父母已然看透了他 但是为了你 居然接受了这么一个 丧权辱国的条约 买一套房子在那 就代表我是爱着你的 我会跟你结婚 从那一刻起 你们的悲剧几乎已经注定 父母是被他这套房子给堵住了嘴啊 我相信当你父母说 这个小子不靠谱的时候 你无数次地用这套房子来辩解说 谁说他不爱我 你看 房子都买了吗 他就是爱我的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多悲哀吗 你几乎把自己等同了那几平方米 有几个人会拿钱砸自己心爱的人吗 挣钱挣钱那么重要吗 这前两天不有一个明星就是因为事业忙吗 说我错了 离婚 没有办法 因为事业忙 我们造成两个不同的圈子 马上下面就有网友跟帖 比你忙的明星大腕端了去了 人家都没见到离婚呢 虽然婚姻不是一单方面的错 是双方面的错 但是为了所谓的一时的春风得意 和事业上的顺利 把十几年的感情都淡漠了 这不是忘本事什么吗 我们天天出来奋斗 是为了什么哥们 别看着我 生活 是为了生活呀 但这结果呢 你现在有生活吗 你现在房子也快没了 人也快没了 情感也没了 现在我的声音正好走上稳步 不管你声音走上轨道不轨道 我只想说你这句话 再大一点的结婚了 再过一两年 不要再过一两年 就这会儿感情已经没了 你结什么鬼 这只是他的不理解好不好 他的不理解 要怎么理解 他不用每一次都无理取闹 他有的事情可以理解 有的事情可以理解 怎么无理取闹 比如有时候回来晚了 比如有时候回来晚了一点 晚一点 晚到什么时候 一两点两三点 一两点两三点 你提前跟他说了吗 有时候说 有时候没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说每天都汇报嘛 不可能每次汇报 当然要每天都汇报啊 有时候没做得赢呢 有时候没忙 有时候做得赢呢 你有我们忙吗 有时候朋友一交就出去 你还有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居然你第一次见丈母娘 不劝着你赶快去 不重视你的婚姻大事 把你扯那喝酒 你什么朋友 说白了 就是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没有把他当回事 所以没什么好话说的了 不要把自己等同于那套房子 切记 房子虽然可以拿着 但是房子的价值 和感情的价值 不可以等同 就这样 还在那儿委屈啊 心里的委屈不就是 为什么我哥们的那些女朋友 允许我哥们这样 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是吧 你去你哥们家里看过吗 你看过你那些哥们 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么对待他们自己的女人吗 你知道吗 不就这么点事吗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拿什么工作啊 生意啊 来借口这些 是的 突然是骂你骂得好 是真要分手 真想清楚也不会来了 好了 剩下的时间 你们沉淀一下 把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说出来 不要拿房说事 不要以物说事 不要拿生意说事 就说点你们俩心里 最想说的事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 我知道我现在对你是确实 没有以前那么关心的体验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没有把房子和你画了等号 我房子没有卖 我只是挂着了 我不会让物质东西 垫误我自己的爱情 我对你以前爱过 现在不爱了 房子我不会要的 我也没有卖掉 不是说没有人买 但是我真的 无法接受你对我这些年来的改变 我觉得再一味地继续下去的话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再考虑一下吧 还有一次帮助的机会 你要还是你要 我要 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地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A 求助现场观众 是吧 你想求助现场观众什么呢 他就是想分手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还可以继续 男生大概想问的是说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你们会选择跟他说 原谅我这一次 给我机会吗 如果给 请选择赞成 如果不给 请选择反对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31.58%的观众朋友 觉得该给 68.42%的观众朋友 觉得不该给 我们听听大家 这个该和不该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我投资是不该给 为什么 反正我感觉就是不该给 就是感觉是吧 对对 没理由是吗 没有理由 来 您的选择是什么 女童子给小伙子一次机会吧 为什么呢 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 建立一个感情 女性的好多思维都是这样的 传统女性的好多思维都是这样的 我感觉那个女孩对男孩还是有感情的 你不要房子 你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你可能还是觉得内心的那说的男孩对你忽视了 真正的想要的还是那份感情对吧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这很奇怪啊 这一采访的时候 怎么觉得给机会的概率突然就变大了呢 这样的经历 其实人生有一次 我觉得也是一个财富 你想想如果真分手 你应该做一些什么 来 两位 请交换箱子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 面对镜头跟他说话 你现在走了 我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但是我希望我会 下去之后我会继续去找你的 走你的人生之路吧 祝你幸福 请回 谢谢 谢谢